没时间玩游戏怎么办 很多时候我们想玩游戏但是就是没有时间 可能是你老婆不让你玩 也可能是你自己觉得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 比如现在有一个小时 你会选择管孩子学习还是用来玩游戏 再比如每天晚上睡眠6个小时 你会选择拿出两个小时去用来打游戏吗 再比如周末放假了 但是你能赚点外快 你还是用这两天来打游戏 还有白天上了一天的班已经精疲力尽了 明天方案还得交 这时候你还会打游戏吗 这种例子很多不胜枚局 我们小时候放寒暑假 除了吃睡就是玩 我们只需要选择是在家里玩还是出去玩 或者玩A游戏还是B游戏 根本不需要做家务活 风说刷完了 那个时候我妈总说我 油瓶的倒了你都不服 这是一种比喻啊 但是当一个男孩成了家 他面对的将是一堆鸡毛蒜皮的事 因为你以前是保护伞下面的孩子 现在你是撑伞的那个人 你将和你老婆一起面对所有 而游戏只是作为娱乐的一种方式 变得可有可无 最近我看了很多视频是关于如龙8的 如龙这个系列我一直没玩进去 后来想想这也不奇怪 因为我曾经有十年和游戏是绝缘的 如龙第一作发布时间是2005年 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人生第一套房子 每月按揭还贷款 那个时候我换了第二家工作 正好是上升期 工资每三个月就会涨一级 那几年甭出玩游戏了 就连QQ都没登录过 好友损失了一大片 因为都不联系了嘛 虽然我老家父母家距离不远 但是也很少回 每天就是上班下班 上台班路上要花费四个小时 到三趟地铁 早上不到七点就得从家出来 晚上九点以后才能到家吃口饭 那段时间精神压力特别大 我现在疲惫的毛病 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 正当年后脑勺下面全是大包 旧包没下去新包就起来 体重是230斤 现在已经好了 那些包在几年前就没了 现在体重也下来了 但是现在想想 那段时间的拼搏还是有点意义的 是有价值的 当然也有运气的成分 我想说的是 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同 你现在虽然没有时间玩游戏 但不等于以后没有机会玩 就像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错过了PS3甚至PS4的这两个世代 我现在竟然还能做游戏相关的博主 所以如果你真心喜欢游戏 游戏就会陪伴我们终生 只是在不同的阶段 换做不同的形式 陪伴你我左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